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刘飞拿着手机等待着录丁钱的口空 丁钱不说话,他就安静地等 丁钱比他想象中沉稳得多 只是在刚苏醒的时候有个短暂的惊慌 之后就完全镇定下来 用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安静地望着刘飞 似乎被绑在椅子上随时可能丧命的人并不是他一样 刘飞说 我知道你擅长催眠 我也知道顺势催眠是怎么一回事 我早有地方 劝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没那么多耐心 我没有想过催眠你 丁钱说 我只是在想 想什么 如果我说我没有杀温馨 你会相信吗 刘飞冷笑 你说呢 丁钱叹口气说 是啊 我也没有想到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会被温馨的地位排下来 你当年在接受警方审问时 故意隐瞒这个事实 如果不是被地位排下来 你恐怕要永远隐瞒下去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句话用在你身上恰如其分 坦白吧 把你交给警察 比起由我来处置你 是更好的选择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你就没注意到 这个地位视频有问题吗 那天温馨 本来是专门去采访黑弥萨 我想应该是他用地位拍完 采访视频之后忘了关 随手放在客厅沙发上 阴差阳错 拍下我进门之后发生的事情 但这里有个明显的问题 黑弥萨拿到地位时 地位电量依旧充足 储存空间也未满 那为什么 只是拍到了我把温馨掐死 却没有拍到之后 我分尸碎尸的场面呢 你不觉得奇怪吗 柳飞凝视钉前良久 没想到 你居然是这么冷酷的一个人 事情败露 我在你脸上看不到一丁点悔恨之意 你竟然还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辩解 我很替温馨感到悲哀 怎么会看上了你这种男人 对你来说 死刑都是最轻的刑罚 寒光一闪 刘飞的手术刀已经抵在钉前搏梗上 被刀锋压迫了动脉 突然膨胀起背 鲜血似乎随时都可能迸断朋友 等等 钉前忙喊 刘飞 对我来说 考虑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要知道 温馨是被你杀死了就够了 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让凶手逍遥法外 我知道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温馨 她只是你的表姐 你为她犯险 值得把自己的人生都堵上门 刘飞沉默了一下 丁前的话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内心 为了许久 她才说 我是一个公儿 在我最无影无靠的时候 是温馨一家收留了我 是温馨的关爱 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所以说 如果没有她这个姐姐 就没有今天的我 就算我能活下来 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 我不能不为她做点什么 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刘飞即便是真情流露 冰冷的脸颊上 也没有过多的表情 只是眉头出现了一些褶皱 丁前说 我明白了 你还想问什么 没有了 没有其他要说的吗 没有了 那好 我要动手了 从你颈动脉放血 有点血腥 但痛苦时间不长 之后为了毁尸灭迹 我要把你的尸体肢解了 用我配置的强酸 把你的尸骨溶解到 剩下残渣 用水泥浇注 沉到附近工厂的排屋盒里 这些 用不着当着我的面说了 丁先急忙打断 人都死了 就是到时候 你把我炖汤吃了 我也不能有什么意见 闭上眼睛吧 刘飞不想再跟他废话 血喷出来之后 你有短暂的几秒钟 头脑还是清醒的 不想把自己吓到的话 就照我说的做 会让你走得轻松一点 丁前惨然一笑 耳睁着眼睛吧 能和这么漂亮的女人死去 不是哪个男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刘飞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 咬咬牙就说 闭嘴 手术刀用力 且进伯克 鲜血有出 丁前初期的平静 平静地望着刘飞精致的脸庞 恍惚中又像是看到了温馨 就在这样一个宁静的下午 生命戛然而止 犹如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 突然 宁静被打破了 马达的轰鸣声 由远至今 飞驰而来 刘飞脸色未变 这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住户 什么人会开车经过呢 他起身来到窗前 正想看到一辆警车 带着刺耳的刹车声 停在楼下 车门打开 郭荣荣从车里窜出 抬头打量一眼 眼前这座破旧的小楼 二话不说 跑进了楼道里 他一边看着手机的定位仪 一边上楼 眼看着屏幕上 丁前手机的位置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也越发紧张 心头升起了强烈的不安 他从腰间拔出手枪 小心翼翼地走到楼顶 左右两户住户 他先进左边那家 里面空屋一座 根本没有人 他又返回右边那家 当他走到卧室 一眼看到房间里面的情景 脑袋顿时嗡的一声 丁前一动不动 靠在躺椅上 手脚都被皮带绑着 脖子上流着血 郭蓉蓉不顾一切地冲到丁前身边 用力摇望他 带着哭腔的喊道 大叔 你不要吓我呀 你醒醒 你快醒醒 你死了 我可怎么办呢 丁前发出声音 我死了 你好好活着呗 难道还要给我寻葬呢 郭蓉妈压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 见鬼似的看着丁前 你 你 你怎么又活了 丁前看他小脸 苦得梨花带雨的 贪口气出 你是盼着我死啊 还是盼着我活啊 快给我解开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